为推广棒球运动 彰化县政府今天在县府中庭举办 第二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 与第十六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 继顶星河德文教基金会捐赠宣传记者会 彰化县长王惠美、鼎星河德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肖巧仪等人与会 王惠美表示 棒球是台湾的国球 每次棒球比赛都受到国人瞩目 2024北挂山南半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 将有全国88支队伍参与 半县杯有32场次赛事 挂山杯有96场次赛事 总计有128场次的球赛 绝对让球迷们大饱眼福 8月17日开始一直到9月份 我们有北挂山南半县 两个运动赛事、棒球赛事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 培育出更多我们的好选手 那特别谢谢鼎星文教基金会在我们的 这个社区棒球也赞助了50万共同来推动 那我们也期许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共享盛举 那欢迎大家在8月17开始一直到9月6号 我们一系列的活动 那你可以配合到我们彰化 要够够来彰化仙内消费500块钱 还可以参加摩采喔 那来跟选手加油 又可以参加摩采 搞不好百万轿车就是你的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王县长跟我们一起这么支持棒球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一次在8月17号这个周末 展开围棋 总共分别有4天的赛事 那这中间最重要的特色是 还邀请了我们的供应伙伴卫泉龙的球员们 来到现场 在半线杯的现场能够有给我们社区棒球的一些小朋友 一些棒球小教室的教学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职业球员这样子的一个带领 以及社区棒球队之间的交流赛 那再加上彰化县政府 持续的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不管是软体跟硬体 我们希望我们彰化县的棒球 在台湾能够有更多更茁壮的发展 各位教练选手 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彰化县的棒球运动呢 在现场的带领之下 大家同心协力的一起努力 不仅在的非常多的优秀球员 都在中华职棒放回到国外去发展 中间停的三秒钟 一二三三二一 被跨山的钻石放出 请标签正式起动 站中间 好 现在最上我们错前方 赞赞赞赞 张化人张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标签正式起动 请标签正式起动